我眼裡看起來 大愛立志其實是台南的一個城市行銷大使 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在我們在中國觀光 不然去香港 不然去日本 很有趣的是 旅客常問我說 你們台南是不是就是大愛立志飯店最好 才知道原來大愛立志有這麼高的知名度 甚至我們必須說在15年前 甚至有旅客是透過大愛立志飯店來認識台南 因為進駐大愛立志飯店才知道說 原來台灣它有台南這樣的一個城市 所以在整個台南城市的發展這個歷史裡面 大愛立志其實在觀光業界 在旅館業界佔了一個群足輕重的角色 而且一直到今天 大愛立志在整個旅館業界 台南的旅館業界的聲望跟口碑 都還是首屈一致 所以我們也非常謝謝大愛立志 尤其這兩年來 每次去日本 從去年10月28號日本開行以來 大愛立志就憑著自己在旅遊業界 旅館業界豐沛的人脈 一直幫忙台南市來做城市的行銷 所以我們在出去的時候 不管是在香港不管是在日本 所有對外的行程大愛立志從來都不缺席 嚴重甚至每次都是親自出席 那也透過這樣的努力 不只是推廣大愛立志 同時也藉由大愛立志來推廣台南 所以我想在這裡一樣代表 台南市政府跟大愛立志這個集團 跟吳董事長跟葉董事長 也說真的謝謝 因為有你們的存在 台南也可以越來越好 台南的觀光的發展 旅館業界的發展也可以越來越好 也可以在更多的旅客的心目中 有口碑 所以我們希望在接下來 大愛立志不但有正一個15年 有10個15年 20個15年 永遠陪台南市一起走下去 謝謝大家